我们知道大陆有很多的黑心产品 但这真的太扯了吧 竟然有黑心疫苗 河南这对父母亲带着孩子打疫苗 打完之后孩子反而是高烧不退 手脚扭曲 走路变成100100 那父母亲好紧张 赶快跟药厂查证 才赫然发现 这个疫苗已经过期半年多了 这一整批的疫苗总共有360针 代表360个孩子暴露在风险中 来到疫苗接种室 原本应该是预先防护疾病 没想到这一针打下去 却让疾病提早到来 原本健康活泼的孩子开始高烧不退 手无法完全张开 脚则变得一搏一搏 他是接受疫苗注射之后 才变成这个样子 仔细检查 才发现这疫苗根本就过期了 你们是武汉生物对吧 我想给我孩子查一下 我们打的这个防疫针 对对对2011 1260后面是杠三 我就想证实一下 他这个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那这个是有效期两年 你会开一下嘛 你可以算你看 11年12分13年12分 应该到13年12分 你可以到有效期过了 像这样的过期疫苗 一共有360针 等于有360个孩子 可能出现类似状况 但一开始官方竟然不认账 他说不可能 就是单单你这一定有毛病 我说就是不可能 单单我这一定有毛病 只是别人没发现而已 最后才开除失职人员 天真可爱孩子的性命 都能够拿来开玩笑 草率的行径 让民众直呼 实在太可恶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